姐妹们看看我刚去地里摘了点什么 现在树汤子里好多这种蒲公英 摘了一大盆子 咱今天中午蒸蒲公英馒头吃 摘一摘 蒲公英也是一味药材 晒干了 平时咱泡水喝 清热解毒 对身体特别好 行了 这些就够了 剩下的有时间做蒲公英茶 好好洗一洗 太多泥 行了 泡水去 放开水里 放勺盐 加点油 焯出来颜色绿 焯到两三分钟了 捞出来 锅一下凉水 把水分攒干 把它切碎一点 再放点胡萝卜 先放一点面打成絮状 放点鸡蛋 放一勺盐 再来点小苏打 酱母放温水里化开 稍量多次的放 和成面团 不染不硬 和得正好 放暖和地 让它醒发着 发了一个小时了 咱看发的怎么样了 它发的多好呀 拿出来拍拍器 做成长条了 分个剂子 还可爱 行了 开始肉大圆馒头 弄了两大体 走 再上锅蒸起 放锅上再醒发15分钟 这可重要了啊 然后上去再蒸20分钟 等等蒲公英馒头就做好了 馒头蒸好了 出锅 太漂亮了 看着都好吃 先腾腾的打馒头 捡出来 看咱们蒸的蒲公英馒头 看着都有食欲 买客也看看 鲜乎不鲜乎 这吃着又绿色又健康 春天的第一口香 赶紧让我妈尝上去 妈 馒头整合了 赶紧唱一个 看小虎吧 给 你也吃一个吧 你就是这个 这个馒头一切馒头挺好吃的 我整理小虎吧 相互相互 可相互的 不公英还能整个人偷脸 我一会儿给我奶奶送来 她肯定喜欢吃